應該講是了吧 春化作用 春化作用很明確的定義一件事情 春化作用講的是什麼 講的指的是低溫的刺激 對台灣人講 所以有兩個重要的東西 春化叫低溫 然後影響的是針對開花 其他關係其他現象 因為低溫而怎樣 你知道不是開花我們都不理他 因為春化作用講的就是 我曾經經歷過低溫的刺激 而導致我接下來在春天秋天等等的期間 我一定要開花的期間我可以開花 就叫做春化作用 那春化作用接收這個低溫刺激的地方 接收刺激的 是在花芽跟葉芽 就是在他的胚芽 主要是在花芽 在芽接收 或者是種子的胚胎接收 種子的胚接收 他們來接收這個刺激 所以比較常見的例子 有一些植物只能種在 在台灣地區裡吃得到的水果 可是他只能種在高海吧 或是那些水果以前 我們都是從高緯獨的國家進口的 像蘋果 水桃 水桃也是 那水梨也是 這些東西高緯獨會出現的 在台灣高山可以種的那一類水果 都是 像蘋果 蘋果的枝條在秋天冬天 夜子掉光了以後 如果他沒有經過冬天的低溫 那些花芽在明年春天不會開花了 會不會開花呢 所以一定要那些芽 曾經受過低溫刺激 所以你把蘋果樹種在平地 你一輩子吃不到蘋果 它永遠不會開花 所以它一定要受過低溫刺激 那些 蛤 用冰塊或許可以吧 可是你要用多久 它就是沒有受到低溫刺激 它就是不行 它有一些像茶花 大概也是這樣的植物 茶花你也必須要給它一些比較硬 比較低溫的一些環境 不過它的低溫可能沒有那麼低 好 所以必須要有低溫的刺激 你想知道它開花 有一些植物是種子的濕氣 像蘿蔔 蘿蔔的種子 你必須要給它的春花作用在於它的種子的濕氣 它秋天結了種子以後 種子掉在地上 必須要經過那些風霜 就是必須要有一些積雪覆蓋過 要給它低溫 然後明年春天它才有辦法發芽 等一下它才有辦法增長的生長 開花 所以它必須要有低溫的刺激 不過在人類社會裡頭 這還蠻好用的 還蠻簡單的 蘿蔔的種子怎麼辦 收緊起來 你不想要丟在田裡頭 會被別人吃掉 所以冰箱冷凍還去冷凍 冷凍完你就可以種了 如果沒有冷凍過它不會長 長得不會開花 所以就是用不同方式 有一些高尾座的那些 小麥那類的植物 也大概會是這樣子 它必須要秋天做到土壤裡頭 然後接下來收過低溫的刺激 被雪覆蓋過 讓它明年會比較好長 但是你把它丟在田裡頭 讓雪覆蓋 等一下就被老鼠吃光 所以基本上 我們都會把它收成雪 好 所以接收刺激的是 牙 拔牙 跟鐵台的接收 所以這是春花作用 那我寫了蠻長的 就這樣丟嗎 就這樣 好 只有在逆境下的生長 只有在逆境下 只有哪些逆境 高溫的逆境 高溫的逆境對植物業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水分針在過快 所以它會用的逆境 我們之前已經提過了 用APA讓情況關閉起來 那高溫的逆境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在課本裡頭還提了所謂的熱修克蛋白 pitch up protein 這種蛋白質在植物高溫的時候會出現 出現的時候 它那種蛋白質有點像水桶一樣的形態 它可以包裹在它的普通的一般蛋白質外面 然後維持那些蛋白質的外形 因為溫度太高的時候 蛋白質的形態變化過快 它的消除功能會上失甚至會壞掉 所以當那一棵植物經過高溫的循化 我講高溫的循化 就是我想要把一棵樹 從高海拔慢慢牽到低海拔 我需要讓它經過這樣子的牽移 這樣子的循化 循化以後你把它種在低海拔 它可以活 當然它不一定會開花啦 但是它可以活下來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 可以看到我們在平地也有很多人種辯鑊啊 種那些蒸葉樹 它可以活得下來 因為它被循化了 所以在溫度的變化上面 高溫有時候會讓細胞死掉 高溫會讓細胞膜流動性變高 對植物炎有點不利 因為缺乏膽固醇 所以植物的細胞膜流動性可能會太大 所以它必須要增加一些蛋白質 或者是用細胞幣 所以那還可以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蛋白質的變性的現象 所以它會用熱修克蛋白 去保護它的蛋白質 低溫呢 低溫的逆境 你有想像過植物怎麼對抗低溫 這樣比較極端的低溫 外面都已經下雪 外面都已經結冰已經淋下十幾二十度了 那植物怎麼活下來 掉葉子 掉葉子 有什麼用 植物很熱 植物用不需要洗熱 植物是 植物 植物水分流失是一個部分 可是深夜樹它可能是沒有落葉的 有可能有落葉的 好怎麼辦 低溫 低溫 低溫藥房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養分 低溫假設今天你有沒有吃過 用比較 比較常看過的一些 餐品好了 你有沒有吃過高檔牛排跟 路邊探牛排 或者是你家自己煮的我家牛排 那些牛排的三家為什麼會探我摸 不是 難怪我猜又沒猜 那些 貴族四家 或是我家牛排的那一家 牛排一百多塊 有點高檔的 你去過什麼 烏絲軌 好 心理叫高檔嗎 還好 還好嗎 烏絲軌 烏絲軌 烏絲軌一顆一千多塊 為什麼那麼貴 你吃一顆盧絲軌 你可以去貴族四家吃十次 為什麼差那麼多 他們說了 肉厚 肉厚一次買兩份 心理成型 不是吧 重點在哪裡 可是我給我 蛤 蛤 蛤 可不可以我給阿 今天你心理 賣的那什麼 紐約客 還是什麼 那是組合肉 好 然後回來重點了 為什麼會不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 那個牛比較沒有吃 一個是 一個是 冷凍牛肉 一個叫 冷藏牛肉 怎麼可能是現代 大家不再看 好奇妙喔 所以 它的重點是 冷凍跟冷藏 冷藏它只能坐飛機 冷藏奶 因為冷藏時間 不夠長 坐船過來 那就不叫做冷藏牛肉 那就是壞掉牛肉 所以 你不能用船運來運很長 但是 你用貨櫃船運過來的冷凍牛肉 你可以送很多 雖然大家很疑 就是飛機再過來冷藏牛肉 才不多 吃起來 一定有差 不然 怎麼差不多 冷凍牛肉 冷凍過的細胞 它會怎樣 細胞裡頭 當然 這個已經死掉了 冷藏就死掉了 是 冷凍牛肉 細胞 遇到低溫的時候 細胞裡頭很多水 水結冰會怎樣 然後結晶的冰 並不是圓形 不是方形 不規則它很多次 所以它還戳破細胞 所以所有細胞都破掉 但是冷藏牛肉 不會 所以 同樣是牛肉 冷藏牛肉跟冷凍牛肉 煎一煎 所以放著冷凍牛肉裡頭的水 通常都會流掉 然後冷藏牛肉 你只要外圍進去煎 然後它裡面不會有血水流出來 所以它那種差異 差異 那植物細胞呢 講來 牛肉 感覺起來 只要流一根口水 好 植物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一樣是結冰 低溫遇到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結冰 好 今天 細胞裡頭結冰 細胞就一定死掉 所以植物細胞 會為了防止細胞內結冰 如何防止細胞內結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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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好吃 為什麼好吃 啊 脆 除了脆以外 你還有感受到什麼 甜 為什麼甜 因為家 最好家 為什麼它那麼甜 甜就是一個關鍵 為什麼甜可以不用怕 它的細胞裡頭結硬 你呢 應該在跨局裡頭學過了 當腎後壓上升 靈固點應該下降 所以它會在細胞裡頭累積大量增長 所以植物細胞會在細胞裡頭累積大量增長 當今天我不是在細胞裡頭結冰 在細胞外面結冰 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細胞外面結冰了以後 水通通都會被冰塊拉走 所以不管怎樣 如果我沒有讓我細胞裡頭伸透壓上升 我細胞裡頭水還是會流氧 甚至我會脫水 所以當周圍有結冰的時候 我細胞裡頭的水分就會被脫掉 所以當這樣子結冰的情況以下 我為了防止細胞內結冰的方法 同時可以解決細胞內不要結冰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水 不會被冰塊給吸收 所以用的方式都是在細胞內累積 我的浙糖 所以冬天的時候那些細胞裡頭會有大量的浙糖存在 所以這是遇到低溫的刺激 低溫的逆境的時候 細胞膜的流動性比較不好 不過植物細胞和細胞膜本來就缺膽固醇 所以它的流動性是比較好的 所以它主要的特徵會是這樣子 所以遇到低溫的刺激的時候 低溫的刺激的時候 它會累積這裡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護植物 不知道你看到的那些蒸葉樹 蒸葉樹的樹幹 它旁邊的枝條葉子都長在外圍 所以當下雪的時候那些雪都堆積在外側 所以它的樹幹樹皮的地方不會真正的膨膽的鮮蔽 外面有鋪滿了雪 那些冷的空氣就比較難進來 所以蒸葉樹的樹形也可以幫助它入過非常嚴寒的冬天 所以這是蒸葉樹的一些特色 所以低溫的逆境其實也有 然後對植物也同樣是用這種方式來入過 當然如果來不及改變的話 有時候在嘉義地區突然冬天來的時候會出現結霜 來不及防禦凍傷 這些細胞會凍傷 凍傷的那些 你家裡那些冰箱裡頭的蔬菜有時候會凍傷 凍傷就是因為豬度突然太低然後結冰了 那些細胞破掉就死掉 所以那些死掉的地方它也是比較深的 還有什麼逆境 缺水的逆境 缺水的逆境我們剛剛講過的氣孔冠冰冰 沒有FPA 氣孔冠冰冰 還有呢 太多水沒錯淹水的逆境 那個是累積测糖還是累積的 累積测糖 累積测糖 累積水的逆境 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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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q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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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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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水太多 淹水的時候通常是根先死掉 然後植物的根上半部開始死掉 淹水的時候 植物的根被埋在水裡頭 植物的根無法進行有氧呼吸 植物根無法進行有氧呼吸 植物就沒辦法主動運輸礦物質到根裡頭來 沒辦法把礦物質運送進來 外面的水就不會被動運輸進來 所以淹水以後植物吸不到水 植物吸不到水 所以無法送氧送水分送礦物質到上方的植物 植物的根缺氧死掉了 上方的養分送不下去 整個植物都會死掉 應該直接講 反正就是先死 根先死啦 根先缺少氧氣 然後根死掉 根死掉以後無法淹水跟礦物質 上半部也死掉了 所以通常是根死掉以後 上半部就直接死掉了 所以原植物比較能耐淹水 有些植物不能耐淹水 耐淹水的方式是什麼 要讓根可以得到氣體 所以重點就是要有呼吸根 呼吸根是一種解決方法 還有呢 空氣組織 有一些植物就會用很明顯的空氣組織 像水稻就有 水稻它長起來以後 它的稻桿中間是中空的 所以當它中間的稻桿是中空的 空氣就可以從上面下去到它的根部 那有一些水稻 基本上我們會種水稻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會幫它淹水5公分高左右 那樣的高度 它還可以用空氣組織 把氧氣送進去 那如果太高它就不行 那是像小麥 小麥就不需要淹水 那南部地區下雨量太多 所以有時候南部的氣候比較不適合種小麥 當然台灣還是有一些地區有在種小麥 小麥的稻桿 小麥的麥桿 麥桿是死心的 所以它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它沒辦法鹽水 鹽水它就會死掉 那有另外一種河本科的植物 它的中間的桿也是死心的玉米 不過玉米比較特別的地方 當你玉米下太多雨 鹽水的時候 它的根裡頭會出現通氣組織 它的那些不定根 長出來不定根 它的根的構造會變這樣子 這裡面是中柱 周圍會開始出現通氣組織 它的活力細胞的地方 會出現一個一個的動 在它的皮層裡頭 皮層內 是皮層 這種通氣組織其實不只玉米會有 紅樹林裡頭的水鼻仔 台北地區的那些水鼻仔 水鼻仔也是這樣子 水鼻仔很多支持根 很高的根 那些根 它太靠近的海邊 被海浪打死衝毀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留在地盤地上面的根 它的根會長成這樣 它的通氣組織會非常的明顯 中間是它的中柱 然後它只是這樣子黏出來而已 所以它的皮層幾乎沒有細胞留下來 沒什麼細胞留下來 這些全部都是通氣組織 要讓空氣可以進去到它的根的靈活 這裡面是紅的 所以這裡是紅的 這些都是紅的 只有中柱裡面的東西 它會扁掉的 用力捏 那些根會變掉 那些枝絲根會變掉 那當然它的橫向的這些很多啦 所以你要用力捏 你知道它扁掉其實還蠻用力的 所以它會是這樣子 所以淹水的時候 淹水的滴進 我們會用空氣組織 只會有空氣組織出現 這樣子的空氣組織出現 通常也是因為它遇到密進了以後 開始有一些以吸的堆積 以吸氣體的堆積 會讓皮整體的額細胞碎裂死亡 老化對 所以那些就形成了一個一個的 空氣組織出現 所以會有這些現象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喔 還有介紹植物的防禦 植物的防禦 我們上次在講到茉莉酸的時候 就已經提過了 不過課本的植物的防禦 講的比較寬斑一點 所以我先從植物外部的防禦 然後到植物內部的防禦 所以植物的防禦 好幾次 一陣子 它們是有 בח檢 製造的防禦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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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次 肌肉 好看 我也覺得這章節講的比較不是很精確 講的比較不是很完整 所以你們稍微看看就可以了 豬的防禦首先外部 外部就是要讓豬不好吃 看起來就不好吃 但是看起來不好吃沒有用 在墾丁在柴山就可以了 在柴山你可以找到一種植物 雙面刺 米香柯植物雙面刺 葉子上面有刺 葉子下面也有刺 你去抓它的時候不會被所吃刺到 當然還有一些植物被龍長血也是 不只葉子上面有刺 筋上面也有刺 你摸到它被刺到 可是我們會認為這個東西不一定只是用來防止被刺 因為雙面刺有沒有人吃它 有鳳蝶吃它還特別喜歡吃 所以那些刺到底有沒有用 可能用來蝦那些菇類動物比較有用 或是成年底的時候拿來摔摔的比較有用 所以那些外部的不知道 小植化、長刺、小植化、蠟子等等 這些你說它有用 有不是所有的昆蟲都吃它了 但是還是有人吃啊 像你去爬山的時候 一些比較潮溼的地方 你會看到有所謂的咬人貓 咬人貓的葉子跟筋上面會有所謂的杏貓 然後 摸到以後它會有一些乙酸 直接紮進你的皮膚 超紅 用尿可能稍微減緩 所以它是酸性的東西 基本上你大概只能等時間過 那我不好會去沖水 沖水讓它更麻 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在中高海拔的三軍熱水超冰的 熱水很冰 我們都會跟學弟讀一種事情 就是看這個綠袋學友 每次都是學弟 每次都是學弟 因為我會壓在它 在這裡弄不住出來 學弟已經盡了 每次都是 好啦 所以 它有這種東西它很刺 然後 可是 咬人貓有沒有人吃 有喔 有喔 山腔特別喜歡 山腔 山腔是小型的草食性動物 它喜歡吃嫩葉 嫩牙 然後 它就是吃咬人貓的嫩牙 所以 你說這種東西你很討厭 可是就是有人吃 所以這樣的繁育到底有沒有效 嗯 還好嘛 所以 內部的部分 所以這個章節 線上主流的方便 實在有時候都不知道到底怎麼講 你可以綁大部分 但是 你沒辦法綁你的天地 你的天地喜歡吃你 就是喜歡吃你 所以一定有一個人 克里斯斯的 所以 通常人也有這種關係 就是 你一直欺負別人 就是總有一天就是 四月五倍器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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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在茉莉酸那一邊的描述 內部的防禦 當植物被啃食人中 植物被啃食人中 有人去啃食看 請過來 從過來 融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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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碟的時候他會把兩根臭膠塗出來 像神在吐血一樣 然後還有味道 不過那些味道人家不一定討厭 因為色香碰碟有些人還蠻喜歡一直搓他 搓他 搓他後來還不想要把臭膠給伸出來 所以還蠻可愛還蠻好玩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 植物受到啃食 植物還會產生系統素 系統素會在細胞裡頭 就是命令所有的細胞會累積刺激代謝物 那另外還可以產生 產生茉莉酸 茉莉酸一種微發性的有機酸 他會微發 微發性的有機物質 微發性的有機物質 這時候是一個異種之間的共同演化 所以他會去呼叫瘋 呼風 呼風 這樣一吸呼風過來 會發性的有機酸 接下來呼風過來以後就會 幹掉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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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會做這種事情 我們上次應該有跟你提過吧 這是一個實驗的操作的過程 所以有這種現象 他是一個不同物種之間的 這樣的 運方 可以嗎 反正他會這樣變難吃就行了 變難吃還是有人吃 然後 他會這樣變難吃